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李总队说 你看出来了 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发现 没什么新发现 只是我的直觉 所以他犹豫地要表述 什么直觉 许达的案子和当年许家福的案子 有直接的联系 许家福 许达给了李燕两千万 这事确实有点蹊跷 但是这个事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考虑啊 还有 如果许达杀了罗红英 他跟罗红英连孩子都有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一个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说是什么 你觉得老李会支持我的想法吗 我不知道 但我了解你 如果你坚持你的直觉 不管别人能不能理解 你都会查到底的 无论如何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谢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不介意 你还说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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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了 这三天 我发现了 怎么还没出结果呢 你急什么 对了 你来干什么 你们不是办安秋镇的这个盗棋案呢 我这回队里有点事 对了 陈姐给您包的饺子 您吃点吃点 我不 你还是会安秋镇吗 我不急 我去看看 你不能过去啊 坐 住手 你把你吃呢 我和你吃吧 审儿 饭做好了 吃饭吗 我不饿 先不吃啊 知道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妈 我得赶快回上海一趟 公司有对事等着我回去处理 去签字呢 他们说三天结果就出来了 都过了两天了 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啊 可是我 我再打个电话 你最近和陈杰怎么了 没怎么 干我们这一行 本来就过不了家 一出去就十天半月 有重案就扎在重案组 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 在家的时候啊 你也跟他说说话 他也不容易 三班倒 还要照顾我和小枫的一日三餐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在家大了个脸 现在连小枫都怕你 你没感觉出来啊 那我小时候跟小枫现在的心情 不是一样吗 老师 你现在来吗 如今可 你现在来说 интер词 你已经被老公吧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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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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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说话呀 检测结果出来了 两个样本是负责关系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以目前的结果来看 那份里埋的就是许娇夫本人 鉴定程序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没有 我们做了十二个DNA电位检测 结果完全一样 两个样本是负责关系 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啊 不可能啊 再检测一次 你听见了没有 再检测一次 这需要三天的时间 不管有多长时间 再检测一次 一定要仔细 好 再检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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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志杰 我听着呢 我问你 DNA亲自鉴定的结果是什么 志杰啊 周伟他们在进行第二次检测 第二次 那第一次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检测 志杰啊 第一次鉴定结果一定是错的 我在问你第一次结果是什么 两个样本显示 是父子关系 这可你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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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一定是弄错了 不可能 不可能出现这种借务 怎么不可能 别人谁都可能犯错 周伟绝对不可能 周伟是多么谨诚认真的人 心里被谁都清楚 这之前一定有什么环境 除了问题 我们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要不然的话 我带着样本去公安部 让公安部报我鉴定 去公安部啊 你丢得起这个人 别人丢不起这个人 你知道现在这个鉴定结果 会有什么后果吗 刘局被你害了 省厅的领导 市局的领导都被你害了 整个隆安县公安局的荣誉 全给你毁了 所有干情 从此抬不起头来做人 是你抬不起老爸 如果真是这样 一切好过 又把高四海担着 你承担得了吗 妈已经被你害死了 你还要复活多少人的生活 来弥补你的自尊 建设 建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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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是我 局长 我是申晓 我们都到齐了 在会议室 我马上等 您 spor方式着 不 吴县长 你说什么我没有太听明白 您能 哦 哦哦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 要等他们的第二遍鉴定结果出来 好好好 好的好的好的 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出来了 第一遍鉴定结果 那粉里埋的的确是我父亲 可是 高四海非要坚持做第二遍鉴定 好 老天有眼 我愿意 我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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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您是高四海吗 是 那你就是周伟了 不是 我们是城景 刚刚龙城市公安局 通过龙城车站的调度中心 电话找到我们 让我们必须找到你们俩 你们想干吗 你们俩必须得跟我们走 去哪儿 是这样 龙城市公安局 要求我们护送你们俩 在下一站东堂站 下车 我们俩要去北京公安部 正在办案 对不起 这个我们可管不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您护送到东堂车站 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 我们要是不下车呢 我们也是在织行任务 所以请你们俩 不要为难我们 大家都是同行 请两位理解我们的工作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会儿 坐下 我让你出发 沈副局长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公安部 还用我说为什么吗 你违反组织纪律 私自带着DNA检本进京 你是个老警察的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难道你不清楚吗 DNA检定技术 刚刚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 我是盼周围 这学艺不经 检定结果不准确 特地去北京公安部 再做一次DNA亲子检定 是 我是违反了有关的组织纪律 那么这个错比起结论的错 导致许家福一案检案的错 哪个更严重呢 周围处长 你也是沈公安厅法医处的领导了 私自带着DNA检本进京 你这种错误 不不不不 这跟他没关系啊 这是我的主意 我要求他这么做的 高四海 你真是糊涂啊 你就是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也得为周围的前途想想吧 他可是你的阳子 我是为了真相 真相 难道你两次DNA亲子检定的结果 都是错误的吗 四海啊 我为了你所谓的真相 县公安局 市公安局 甚至省公安厅 都要为你承担这次开关验尸的后果 还有 赵月娥和许军 今天已经表态了 龙兴很快就要和龙王开发区签订开发协议 你私自禁精的消息 没敢告诉他们 难道 你非要把县里 市里 省里 所有人的努力都为此复制都留吗 这是两回事啊 许家福没有死 我坚信他没有死 高四海 我真想走呢 好了 会 MP 3。2 优优优独立 下面咱们有请 上海龙兴針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徐军先生 白焔 谢谢大家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 激动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我在反反复复地修改 今天的发言稿 但是刚才我又看了一遍 我认为还是无法表达 我此时的心情 或者说都是废话 我认为还是无法表达 此时此刻 我认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在这里 我只想感谢龙城市委市政府 龙湾县委县政府 没有你们的信任和努力 就没有今天的签约一事 好 我母亲今天没有来 她说 她只是一个农村妇女 上不了台面 怕给我们丢了 但是她今天一大早 就跑到我房间里来 对我反复叮嘱道 说儿子 我们许家对龙湾百姓 是有罪念的 但无论是政府 还是龙湾百姓 从来都没有嫌弃我们 反而是以德报怨 那我们又该如何报这个德呢 我许君虽然没有太多 很多的文化 但是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我们许家要以德报德 沈 这说得真好 我许人要所依捧的 遵守人员 公主 咱kin 你呀 咱们 觉得真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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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科长 小金哪 这是我转业到这里 领的法医箱 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还有这些书 还有读书笔记 都留给你 谢谢科长 科长 我听说周围也受处分了 我还听说 魏大炮也因此要回这里来 小金哪 以后多到档案室来做作 跟我聊聊案子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去吧 对了 科长 我 我刚刚听说 刘局长今天上午去市局 交了辞职信 科长 刘局长 刘局长 你为什么要叫刘局长 这是咱们哥儿俩 在这间办公室 最后一次谈话 有请给你 我再谈刘局长 我最后费发了 我只能说 我还不得了 我都想要 早已 我可以说 我都想要 我还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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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 明天上午十点董事会 你也来参加 行 我知道了 我先打个电话啊 喂 哥 我先打个电话 嗯 喂 哥 我刚下飞机 你怎么知道 现在英国是凌晨两点 你听上去不像她喝酒 肯定就是回来了 咱们今天见一面吧 我也只有今天有时间啊 彤彤姐回来了 彤彤姐 你瘦了 是吗 省得减肥了 挺好的 奶奶起了吗 奶奶最近每天早上 五点不到就起了 前几天还熬通宵呢 彤彤姐 你得劝劝奶奶 她进来的精神状况 差了好多 我爸呢 上班去了 没呢 和奶奶在里面聊天 彤彤姐 你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做 不用了 宋局长说她做不了主 说这事 还得去问省厅司令五案 复查小组 那就去问复查小组啊 你还不如直接去问 省厅的张副厅长 你不是跟她熟吗 她正好是负责行政这条线的呀 妈 您想想 要没事 他们留着许达的遗体干什么呀 留着 就说明这事没完呢 进来 怎么了 你问你爸 怎么了 你问你爸 怎么了 爸 还不是你叔的事情啊 我叔怎么了 你奶奶非让我去公安局啊 把你叔的遗体要回来 那公安局怎么说啊 我前天去见了分局局长的 他们说复查小组 还没有得出结论 所以你叔的遗体啊 暂时还不能还给我们 那他们为什么不结案呢 妈 您问我 我问谁去啊 你去问张副厅长啊 达尔如果有罪 就给他一个罪 如果没罪 把遗体就送回来 他都过失半个月了 我们也没办法 给他过头期二期 这算怎么回事啊 那要不我去问问吧 彤彤 你别去 你公司一大堆事呢 对了 彤彤 我还正说去找你呢 去谈谈BAT项目的事 军儿 你不去那我去 妈 行 我去我去 你现在就去 这次我去 奶奶您生气了 彤彤啊 你跟我说说 那二十一英镑贷款的项目 明天在董事会上 准备怎么说服他们呀 我正式要来问奶奶 只要您确认了 董事会的人 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您都会有办法 说服他们对吧 那好 你跟我说说那个B BAT BAT项目 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项目呢 贷款金额大 项目周期长 后续我们还可以继续有理由 向银行贷款 那你跟我仔细说说 爸 什么东西 这是我在英国西装圣地 一个顶级裁风铺 给你订的西装 我试了一下挺合身的 我觉得你应该也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西装啊 行 我收着 行吗 等我结婚的时候穿 你结婚的时候 我再给你订套燕尾服 这个是让你去上海的场合上穿的 关于上海的问题 我们是谈过很多次的吧 是 但是人赵总后天就去加拿大了 如果你明天能飞到上海 去跟人见上一面 你这未来的 都是谈过每个人去 在马尾民的市场上 了 就先迎订阅 critica 说 我认识 今天 你 棉 以前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么说你们并没有掌握 许她的直接证据 没有 我们手里都是间接证据 和一些猜测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 没有 我刚才听了你的汇报啊 我总觉得你们有先预设了 4051案不是医院案的前提 二媒 我们重新复查4051案 并不是迫于网上给我们公安系统 施加了多大压力 而是为了真相 我当了大半辈子刑警啊 以前呢 我每破一个案子 我总觉得是为被害人报了仇 可是同志们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复仇举动 都无法追回被害人失去的 那口生命之气 我们当警察的 能带给被害人的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真相 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真相之上 为真相付出一切 时间 梦想 婚姻 健康 乃至于生命的警察才是一个 真正的警察 我知道 每个案件的都有他的困难记忆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黎明前的黑案 只要把有限的警力资源 用在寻找真相上 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才能让法律不失去尊严 李夏 你要暂时回法治总队一段时间 但仍兼任复查小组组长一职 复查小组工作 目前由冯凯负责 好了 去吧 寻找小组世袭 给郑冯缺载 张庭长